台湾文化残暴真相 蔡英文总统说 台湾与以色列共享民主自由价值 事实是 以色列犯下种族隔离及种族灭绝暴信 总统蔡英文4月15日接见以色列国会议员访问团 大谈于以色列共享民主自由价值 但以色列被指控种族隔离 联合国又认证 以色列犯下反人类罪及种族灭绝罪 台湾价值与以色列的种族隔离与种族灭绝价值相容 反映出台湾文化的恐怖与变态 泯灭人性至极 首先 2004年4月15日 总统蔡英文接见以色列国会议员访问团 大谈台湾与以色列列共享民主自由价值 又谴责伊朗 但是实事 以色列在此前对加萨进行种族灭绝 联合国在3月就已不断表明 加萨有饥荒危机 国际刑事法庭指以色列犯下战争罪性 可知 蔡英文即使在全世界指控以色列的战争罪 与种族灭绝暴性后 仍然站在以色列那边 这代表台湾价值与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暴性价值 有共同之处 极为残暴 在国际上 就算是以色列的盟友 乃至提供武器给以色列的美国 都对加萨发生的人道危机表示关切 但台湾却只与以色列共享民主自由价值 而没有对加萨发生的种族灭绝暴性 有任何不同意见 台湾文化为何如此残暴 台湾舆论为何支持种族灭绝与种族隔离那一边呢 我刚好看到全球大视野 这个节目引用的Lastity Golan Symposium节目 新加坡总统Zarmashen Mugartnam 与BBC主持人聊民主 新加坡总统谈到85%新加坡人 住在公共住房区 政府并且要求每个特定族裔 各种经济条件水准不可超过一定比率 一旦超过时 就要在零售上做出调整 因为族群共同生活应该互相了解 言下之意 不能有贫民窟或富人区的情况 之后 BBC主持人为此质疑新加坡威权 新加坡总统狠狠地打脸 他说 英国有一半的穆斯林人口 生活在英国底层10%的社区 这是偶然发生的吗 还是这就是社会的自然运作方式 新加坡总统指出 人类并不完美 必须尽可能让族群融合 各阶层的人互相认识 共同生活以促进了解 而这是英国人认知中的威权 也是台湾人质疑的新加坡民主 举例来说 联合报的转角国际 有多篇质疑新加坡民主的文章 诸如是锦小民还是国际公民 新加坡的两类人生 天黑请闭嘴 新加坡的附庸是新闻自由 要人闭嘴的法律国家 新加坡人可以不听话吗 新加坡执政党与他的产地 欧斯里路38号的权利者们等等 那我们来看看 以色列的民主在台湾受到何种评价 这以那位英国人所质疑的种族 必须融合的社会住宅政策为例 联合报的转角国际 对以色列的种族隔离有无讨论 我并没有找到 而且台湾政府 如蔡英文总统或台湾文化 至少也不质疑 但根据国际特赦组织 2022年2月1日的报告 这份详尽的报告标题为 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的 种族隔离制度 残酷的统治制度 以及危害人类罪 描述以色列大规模没收 巴勒斯坦土地和财产 非法杀害 强制迁徙 严厉限制行动 以及剥夺巴勒斯坦人的 国籍和公民身份 根据国际法 这些举措都是构成 种族隔离制度的元素 这个制度因人权侵害行为 而得以维持 且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查证 根据罗马规约 Round Statute 和种族隔离公约 Apartheid Confession 的定义 这些人权侵害行为已构成危害人类罪 国际特授组织秘书长 阿格尼斯卡拉玛尔 Telamard的一段话 特别值得台湾文化反省 没有任何理由能合理化一个 针对数百万人 进行长期种族压迫的制度 种族隔离不该存在于我们的世界 选择宽容以色列的国家 将发现自己站在历史上错误的那一边 持续提供以色列武器 并帮助他们躲避联合国 就责的政府 就是在支持种族隔离制度 破坏国际法律秩序 同时加剧巴勒斯坦人的苦难 国际社会必须面对 以色列实施种族隔离的现实 并寻求众多迈向正义的方式 能令人惭愧的 他们一直上代探索 蔡英文总统与台湾文化 无疑就是选择宽容以色列 并且站在历史上错误的那一边 这还是在以色列 大举对加萨 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之前的报告呢 蔡英文总统代表台湾 去选择宽容以色列 并且站在历史上错误的那一边 无疑是忽视以色列军队 2019年以前 在围墙射杀214名平民 其中包含46名儿童的报信 与新加坡不同的是 在台湾叙事 所痛批的新加坡民主中 新加坡是政府干预 不让特定族裔的比例过低 因为新加坡要各族裔 互相了解认识 但以色列却是 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后 一直追求建立 并维持犹太人口优势的政策 同时扩大土地与资源控制 以加汇 以色列的犹太人 历任以色列政府 皆将巴勒斯坦人 视为人口威胁 并取措施 控制与降低他们在以色列 和约旦河西岸的人口比例 和限制他们取得土地 犹太化 周迪埃斯 以色列 和包含东耶路撒冷 在内的西岸地区的官方计划 详述了这些人口政策的目标 且持续让数千名巴勒斯坦人 面临强制迁徙的风险 所以我们现在要问 为何以色列种族隔离报信 可以被蔡英文总统认为 是与以色列共享民主自由价值 然后 英国可以再把国内一半的穆斯林人口 置于在英国底层10%的社区的情况下 并且支持以色列种族隔离的报信 然后 还厚言无耻地质疑新加坡民主 难道说 其实西方民主鼓励种族隔离 阶级隔离 蔡英文总统所称 与以色列共享的民主价值 就是以色列宪法 将以色列描述为 仅限犹太人的民族国家 并且给予巴洛斯坦人民 各种形式的制度性歧视 还推动犹太屯肯区的建立 且降级阿拉伯文的官方语言地位 这种民主价值与台湾价值 竟能相容 就说明了台湾价值的排他性 与非我族类去人化 这也难怪 台湾多年来都将中国人去人化 还有即使2022年 监委高永城发布 台湾军在金门屠杀越南难民调查报告 提及诸多一点 台湾也始终拒绝对难民进行认错道歉赔偿 并拒绝严格追究台湾军人的战争罪性 因为台湾军人就把屠杀难民合理化 台湾军人自豪地说 我们杀的是非 即使事实上台湾人杀的是难民妇女与小孩也在所不惜 就像以色列军人屠杀小孩一样 台湾军人杀越南难民妇女小孩 杀中国人都是一样泯灭人性 毫不手软 回到主题 台湾与以色列共享的民主价值 或是台湾一向鄙视的新加坡民主价值 其主要差异就包括新加坡 不让族群与阶级更差异化 以色列却是进行种族隔离 而台湾的大安区天龙国持续的阶级复制 进台大下去 而现在 以色列对加萨进行泯灭人性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后 台湾还能跟以色列共享民主价值 台湾文化的恐怖变态 真的必须让世人警惕啊 Black Jacqueline 24年5月7日 晚安 都能感到有差异的 这种衣服的 这种衣服或是埋态 止引降储 春夏水 本能像 春夏水 月 春夏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